大家好,欢迎回到《军武器言》 今天早上我和大家揭露了 华尔哈解放军人士唐娟 在美国被FBI验证拘捕 他现在据文匿藏在三藩市中国大使馆 尋求外交豁免权被起诉 现在这件事应该搞上了国际新闻 所以《军武器言》为大家夹速做了个报导 今天早上也在其他网站取得到这份法律文件 这份法律文件主要是联邦调查局 他向法院申请起诉和拘捕这位唐娟女士 我们《军武器言》为大家解读一下这篇文件 它全是七页纸 七页纸大概自录了最重要的部分 跟大家做个分析 事不宜遲,我们开始 这次你见到一个辩护人叫做陈爽 陈爽不是唐娟吗?唐娟似乎才是真名 陈爽这个名字应该是他们现在的passport 运入美国的名字 现在被控告一个叫做visa fraud 这是签证诈骗 7月20日当时想要拘留他 当时他以10万元做一个担保的情况 10万元美金 当然了,看回他的身份 应该是一个现役的active duty 现役的解放军中的军事科学家 他透过诈骗获取进入美国 以及企图消灭证据 他亦向FBI的探员 在他的谈论之间 作出这个诈骗的说謊行为 说回这个诈骗获取到J1的visa入境 J1的visa是一定的限制 跟这个study、留学和工作的相关工作有关 当时他取得这个visa大概是11月 2018年11月的情况 他的主要目的就是做一个research 做一个研究 在士丹福大学内 他在这个visa中 他有宣称自己 已经完结了他的军役服务 2011年,很早 而他毕业的大学 就是第四军医的大学 在中国 这个其实都是隶属于 人民革放军的空军部队 但当时我相信他没有什么细策 而且他也说 他以前的雇主 就是另一间医院 这个跟军方背景没什么特别 当然当他开始在斯丹福的研究之后 他主要做一个老神经科研究 现在这个情况 就证实了 这个陈爽 他本身是一个 透过一个偽装的解放军成员 当中FBI搜寻到的证据 第一个就是看到他穿着解放军的军服 另一个情况就是在Hard Drive里面 在他的硬盘里面 2020年6月21日的时候 就发现他删除了一些资料 而这个资料当中 找到一个档案 Folder里面 写着一个 是一些访效重要资讯 2018 即是说他2018年当初入来的时候 就已经给了一个guide line 他如何进去去搜集一些情报 也看到他很多时候 他会寻求解放军的许可 留在美国 非常之奇怪 因为如果他的雇主 不是FMPU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第四军医大学 医院或大学 不是在那里 你不会去寻求这个情况 以及不会寻求这个解放军空军的协助 视乎的身份 就并不简单 当然 另外有一幅照片 就会拍到的 你看到就是那个 他那个的解放军 那个的学历 或者解放军 他整个的资历 是的 这样都被联邦调查局 找得到出来的 当然他还查到一些证据 就确讯 来近 陈桑女士 就是我们说 现在这个唐娟 有理由相信 他现在要逃离这个美国的 第一个就是 他买了很多张 单程的机票回中国 很多张的 当然 有个说是和女儿一起走 no intention of returning 应该似乎是无意回来 因为如果回来 应该买round tickets 应该买这个 来回机票 何况其实他已经 在斯丹福那边 其实是逐了约的 逐了约 应该他那个 研究期限 起码去到 下年的一月 所以如果你回来 不回来的话 似乎这个是一个烟幕 就是那个extend的期间 另外就有说到 他的背景 就是他家是一个有钱的家 当然 他的auntie 也很诚实地说 就说 他的侄女 或者儿生女 就跟他说过 跟FBI说 中国大使馆 是会保住他周全的 还有当然 也有些文件 看到 他在那个 中国建设银行 我们说中建 银行 大概有60万人民币 大概8万元美金 即是发现了 其实他也是有钱带过来的 究竟带那么多钱来 还有什么巡视活动 有没有申报 这个情况 当然了 现在看到 FBI跟的案件 其实不止 唐娟女士这一宗 现在似乎 有其他相关案件 一些军事科学家 来到美国 当然了 他们要用其他身份 混进来 然后去欺骗他们的 雇主 在美国的雇主的情况 那现在 在FBI那边 他们的争论 第一个 就是 陈爽 他真的 看得出他在他们的硬盘上 去删除一些重要的资讯 而这些资讯 也看得出他本身的知识 以及政府对他的换助 也看得到 他是准备去删除一些文件 是对他不利 以及任何关于 他对FBI里面 他所说的证供的情况 那当然了 现在看得出 就是 解放军 其实他们是得到他们政府的支持 所以你有理由相信 FBI有理由相信 他未来应该是可以 成功逃离到美国 无论法院 有任何的限制 施加在他身上 也看到 有理由相信 中国政府 现在是指导 解放军的成员 在美国的成员 作出这个妨碍司法公正 这个情况怎么做呢 就是将他的资讯删除 现在都看到 中国在三藩市的大使馆 似乎暂时 是被解放军的官员 作为一个棲息地 一个避风港 去避免在美国受到的检控 而现在的passport 似乎 因为他国家可以 点人都可以 所以 他很容易就可以 获取一个新的身份 似乎 如果他搭 中华人民共和国 的 国营的 航空公司 似乎 都比较容易走得掉 所以 有理由相信 中国政府 会用任何理由 去协助 逃离美国 包括 发掘一个新的passport 以及 透过他们国营的 航空公司 所以 相信 10万美元的 保释 是不足以阻止 它离开这个国家 所以最后 最后 结论 是要求法院 现在立刻将它拘捕 好了 大家看完这份 法律文件 看得出 FBI 对陈爽 或者我们叫唐娟 这个女士 其实都是追踪已久 当中 应该掌握到 一些比较 确切的证据 例如 去到他家 硬盘找到一些资料 所以 今次的事件 当然 这个在外交上 是一个情况 但也看到 我们在军事上 如果是 涉取敌方的资料 你看到 双方的间谍 如果要去做这些事情 的时候 都会有很多制造 所以 看得出 今次是一个 尤其是 现在国际 这么绷紧的情况之下 这是一个政治敏感的事件 当中 牵涉到一些军事技术 例如 一些军事生物科技技术 我们军武器人 会为大家 再作 如果有进一步资料 我们会最快为大家 去展示 如果大家第一次 听我们的YouTube频道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可以按钟 就可以第一时间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 另外 可以收听我们的广告 学形式 你可以 play电脑 或者平板电脑 如果有阻挡广告程式 可以关掉它 就可以让它一路播广告 当然 大家可以用手机去听 另外 我们特赦了PATREON会员频道 如果喜欢的话 大家可以一杯咖啡 价钱5元美金 就可以资助我们本地制作 我们一个军武老虎的 资助计划 因为我们经常说 老虎和熊猫 这些天然野生的动物 你要资助它们 一个月50元 但是我们不用三十多元 你可以每个月 都听到一些详细 以及一些均深的报道 希望在其他节目 可以听到我的分析 我是你的主持Larry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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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